第二十一题 要将N个 边长是1的小正方形 拼成一个长宽皆大于1 关键在这个大于1这几个字 大于1不能等于1 的矩形 矩形就是长方形 不会剩下任何 不会剩下任何的小正方形 则N不可能为下任何的数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N N有没有可能是 21.5 有可能是小数点吗 或是分数 不可能 因为它是N个小正方形 所以这个N一定是 正整数 好我们来看 那到底N是哪一种正整数呢 现在它要拼成一个长宽都大于1 的矩形 长方形 长宽都大于1 请注意 它是一个一个小正方形拼起来的 长宽都是由小正方形拼起来 拼出来 一共是N个 这是有N个小正方形 也就是说呢 长 乘以宽 就是长方形的面积 长乘以宽 要等于N 长宽都必须要大于1 长宽都要大于1 不能等于1 那这个N呢 又是正整数 哪一种正整数 没有办法分解成 两个都大于1 有一种正整数 没有办法分解成 两个都大于1 如果N是直数的时候 N如果是直数 直数呢 就是它只有两个正因数 一个是1 一个是它本身 如果N是直数 那它一定只能分成 1乘以N 这个1就不可能会大于1 所以呢 这一题 N不可能是直数 如果长宽 都要大于1的话 N不可能是直数 所以这一题呢 我们就选直数的答案就对了 N不可能是直数 所以这一题答案选 珠 这个89不是直数 其他都可以 81可以猜成9981 长是9 宽是9 85呢 可以猜成 一个是5 一个是17 87呢 可以猜成 一边是3 另外一边是29 可以 这三个呢 都可以猜成 长宽都大于1 而且不会剩下 只有89没办法 因为89是直数 它就只有一种分法 就是1乘以89 长跟宽 一个是1 一个是89 不会大于1 这一定会有一个是等于1 等于1 并没有大于1 所以N不可能是直数 答案选D 这个选项